我们再来看授权页面的自定页 授权我们知道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SSO登录授权 这种方式它的页面我们是不可以修改的 我们所能修改的实际上就是Web授权方式 Web授权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授权页面 这一个授权页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 它就不能帮助我们的需求 比如说这一个CLSDK的标志返回按钮 可能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些转展 所以我们就需要自定义一下Web授权的页面 自定义Web授权页面 CLSDK也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Demo 在快捷分享机自定义里面的第11条 点击下载这一个Demo 这里面同样也有一个说明文档 文档上写了我们可以修改的东西以及步骤 我们可以修改的实际上也就是标题栏 而它的页面真正的 这一个页面我身边是没法修改的 我们能修改的就是这上面的标题栏 修改的步骤首先要定义一个Adopt人类 这里面是AutoGridAdopt人类 然后在AndroidGrage Adopt人类工老وس放进去 Metadata 最后是编写代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给我们提供的demo是怎么样实现的 首先定义了一个MyAdopt类 这一个Adopt既成字 OrthorizeAdopt 然后在清单文件里面配置这一个Adopt 需要在这一个Arctivity的上面 配置一个Metadata 设定它的内容为OrthorizeAdopt Value也就是我们定义的MyAdopt类名 这一个类名需要交上前面的包名 全名 然后我们再来看MyAdopt里面的一些 具体的代码 通过HideShare SDK Logo 来隐藏整个标题栏 通过HideShare SDK Logo 来隐藏Share SDK Logo 然后获取标题栏的空间 也就是这一个整个标题栏空间 我们可以去修改标题栏的文字 标题栏的背景颜色 标题栏文字的对齐方式 以及获取返回按钮 通过标题栏的GateShare的Alt0 同样 如果说我们需要隐藏这一条分标线 我们就GateShare的Alt1 这后面的这一个TestView 它就是GateShare的Alt2 获取到这些View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一个普通的View来使用 比如说隐藏设定一些其他的属性 最后一个是修改动画 修改动画我们可以通过 DisablePop-up Automation 来禁止弹出使用的动画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 获取ParentView 然后给这一个View 来设定一个Olimation 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定义 弹出使用动画 好的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一个程序 看它的 自定义的页面是什么样子 点击授权 分享到新浪微博 所以看到这一个授权页面 就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授权页面不一样了 这里是标题 它这里的标题是通过一个RESID来设定的 它实际上是配置在Values里面的 修改后的标题 我们可以把它修改成我们自己所想设定的标题 然后它的标题的文字 这里是G中 正好我们设定的也是Creative.center 我们来把这一个黑线也隐藏掉 我们再来试一下 隐藏掉按钮后面的黑线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程序 点击分享到新浪微博 可以看到这一条黑线就被隐藏掉了 但是 这一个Title栏 它的高度变矮了 所以我们这里其实可以改为 因为如果 这样的话 它的高度就不会改变 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 SetLayoutPowers来设定它的高度 而不用 一定要改成Invaluable 可以看到现在的高度就和事情一样了 并且黑线已经被隐藏掉 自定义授权页面 能修改的内容比较少 也就是MyAdopt里面的这几个方法 大家可以下来 一一的去修改练习一下